你要考慮到這隧道的維修比較不易 這個安全事情你一定要重視 一定要務求百分之百的零缺點 因為這個隧道一花針奔落的時候 就往往或是對於參觀的人 未來的整整的發展觀光產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安全防護 所以本席也期待我們彭機長 要好好的要求這些廠商 整個品質 整個對公安事件的維護 等等你務必的要求百分之百 這是我對於我們民船隧道的整個看法 那第二點我想有關自行車串聯 這個我也肯定我們公務處 你再把以前95年都花處當初 在規劃這個案子95年就有了 市長這個我也肯定現在再起爐灶 因為這95年就有的 95年當初是都高處所規劃的 這次你又重新的把它再起爐灶 本席當然要持肯定 那也在這個肯定之下 我希望好好的做 那也讓我們基隆市民有所期待 到底市長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執政了 當初我們基隆河來講 沒有像台北市湖地那麼大 我們基隆市民沒有什麼要求 唯一要求就是希望能夠 這個腳踏車自行車趕快串聯 當初很可惜啊 那幾個我了解啊 因為在西部規劃報告的時候啊 貴處啊公務處啊 有像我們軟軟跟基隆的 我們兩個區的議員啊 所有代表啊有報告過啊 因為這個經費來講要做好一點啊 不是早上你講的說1.5億就能算了 應該是兩三億以上 不管幾億啊 當初我也是很可惜 當初啊我也是建議市長 你當初啊都是不把那個 五億七千萬啊 海債啊 那個人愛國小跟信義國小啊 這條啊你就可以任內啊 算是你一個重大的一個政策可以完成啊 現在的話又向體育署來要錢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我是希望未來 我也期待我們公務處長 公務代處長啊你要了解 市長是不是等一下也要聽聽你的意見 現在抽水戰啊 每個抽水戰我們基隆了解啊 其實啊那引水來講的話 功效不會說很大啦 是不是建議我們當在規劃的時候 在西部規劃的時候我也提出來 能夠類似人家鐵馬驛站啊 把它列為甚至有管理的 鐵馬驛站你知道嗎 公務處長代處長你知道 那裡面的可以讓人家方便 看看軟軟照我們基隆百物社區 所以這個福土這一帶 我們的基隆市的範圍內 你可以不管是腳踏車 有經過的地方 還是折邪校也好 折幾站 讓這些市民有休息 甚至於可以在那邊利用我們抽水戰啊 可以在那邊充電 還是一些加加一些啊開水也好 這樣讓市民會感到很窩心啊 這點啊在詳細在規劃的時候 特別要把它列進去 這也是本席啊 對於啊你們今天早上我們 考察這兩個地方的建議啊 我希望啊兩處的 兩局長還有公務處的代處長 真的要用心一點 當然也肯定你們啊 因為這兩個啊讓市民尤其啊 那個自行車串連的啊 讓我們基隆市民期待很久的啊 95年那時候就有說要串連了 串連到現在也十幾年了 做十大建設啊也應該完成了 所以說有那麼困難嗎 其實你們在規劃裡面啊 大概就是兩三億而已啊 市長 這對我們基隆市民啊 一個微薄的要求啊 當然現在已經完全執政了 對於你來講應該很好處理啊 應該很好處理啊 那本席也對你們期待很深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能把這個串連好 市長你是不是有魄力有單單的 能夠有一個承諾 因為這個大概兩三億而已啦 兩三億而已啊 我們五億七千萬啊 多人為了三百六十個位置 當時本席一直反對 為了三百六十個位置 你說已經把它敲定了 這個兩億多啊 我們還要向中央來 向體育署來爭取 都已經我們基隆市民 已經期待了已經十幾年了 我不希望在你的任內內啊 還在一直在期待 所以等一下也是 市長 對這個腳踏車串連啊 是不是有一個 能夠肯定的 給我們基隆市民一個答覆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謝謝 好我們謝謝我們張董慧 張議員的建言 我們現在請 秦珍秦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啊 今天我們 有兩個私人考察 一個劉本山隧道 先從劉本山隧道 先從劉本山隧道講起 我想請教你局長 這個案子在98年 我們劉本山隧道就封閉 開始做維修 為什麼中間空窗期到101年 才會提出來 好101年提出來規劃的話 為什麼到104年 我們在這三年之中 又是個空窗期 我不知道這其中原因是為什麼 為什麼 再請問你為什麼 所以這幾個延宕的期間下 就足足延宕了 我們整個劉本山隧道的 一個所謂的更新 維修的一個期限 也延宕了我們整個 古蹟的一個發展的觀光的機會 所以這一點 待會請我們 彭局長你說明一下 那好 那104年開始 你們要做後面的 相關的補儀計畫 請問補儀的計畫的內容是什麼 為何當初在文化局 文字委員會他們審查 這有兩批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字委員會審查 這是何因呢 照理講一個案子 是應該從頭而一來審查 為什麼會有兩批不同的人 文字委員會來審查 審查這個結果是不同的意見 也延宕了我們整個 所謂的更新維修計畫的 這個進行度 所以這一點點我想請我們 彭局長待會你要重溫說明一下 第三 除了我們現在的這個 補儀計畫以外 可是你整個工期 要到107年以後 才開始可以動工 那動工是要到109年才能完工 在前前後98年到109年 前前後要將近10年的一個 所謂的235公尺的 鐵路古蹟文化的一個 維護環補修 我想這就是我們行政的效率嗎 我要請問一下 在這個過程中 這腳步上 是不是可以加快 可不可以加快 我們所期待的 並不是說只要你去做 而希望這個跡象能盡早的呈現 因為它呈現的出來 會整形帶動我們所謂的 基隆的古蹟的觀光的一個點 因為流民船隧道是一個鐵路歷史 非常值得珍貴的一個歷史記載 那我們現在七度又在發展 什麼鐵路文化的一個點 其實這個流民船隧道也是 當初經過我們七度火車站 假設這兩個點能串聯起來 變成一個活化的一個 歷史文化點的話 對我們整個鐵路的文化的觀光景點 是非常有深遠的意義 也可以帶動七度與暗論之間的 一個觀光的廊道 我想這一點希望我們彭局長 不單單你要做維修 也希望你能講 將七度的鐵路的所謂的博物館的未來 以及這個流民船隧道能串聯起來 讓這個歷史活化起來 再深的利用 讓它能帶動我們地方的價值 這是本席的建議 待會兒以上我請問的幾點 也要請你答覆 再來再講說我們所謂的 自營車步道的早上的一個報告 從這個報告裡面來看 你今天我們是看到一個千歲巧七度的這一段 可是在整個你的報告裡面 是一共有四個點 為什麼單一線我們只做這一點 而其他後面軟軟的那三個點 不去做整體的一次性的 時間上的一個規劃呢 我想一次性的做個規劃 向中央補助金 也許這是整體的一個計劃 中央比較可能認可 而在時間上更能縮短我們的所謂的 夾拉車的河濱步道一個串聯 跟新北之間的串聯 我想這是才我們大家期待的 而不是在單一一個點 那夾日把軟軟的三個點 一併一做規劃 做這個細部規劃會相當的一個其他的 其初的一個規劃 我想這是比較能 切切掌握我們所謂的一個 建設的一個工程的一個效率出來 這是本席以上的建議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秦曾秦議員寶貴的意見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沒有誰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請文化局局長 洪局長 謝謝剛才張哲暉議員的勉勵 那我想關於這個流民船隧道這個修復工程 那未來我想那個在那個工程師做上面 我們一定會去確保安全 如期如值的來進行這項修復的工程 那有關秦議員剛才詢問的問題 那事實上那個據了解 那個好像是98年的時候就開始封閉 不過這個我也是聽同仁跟我做的報告 那文化局這邊是在101年的11月 就開始向文資局去提送相關的修復和計畫 可是當時據了解當時文資局一直對於我們修復計畫的完整性 然後還有那個經費的比例等等 他們一直有一些疑義 那此外他們也那個就這個土地撥用的這件事情 還有地上屋所有權撥用的進步 也不斷的在跟那個文化局這邊在做溝通 所以一直並沒有核定在101年提送的這個修復的計畫 那所以才到104年的1月 文化部才正式核定了 就是游民傳隧道這個修復工程的計畫 我想當時應該那個文資局這邊有文資局的考量 那那個中間應該也經過了文化局不斷的提送一些修正計畫 然後最後才在104年的1月去核定了整個那個今天跟議會做報告的這個修復的這個經費 那就當才秦議員提到的這個事情 的確在104年1月的時候那個文化部也同意補助在案 那一直到那個我們也做了那個監造工程的委託了 那的確到了12月25號就是文資局他們來做這個修復工程計畫的這個審議會的時候 那文資委員對於當時他們在104年1月所核定我們計畫修復的工法 還有這個技術還有材料有不同的意見 有不同的意見才會有那個後續跟那今天早上跟議員們報告的這個事情 那那個的確是不同的文資委員 可是今天那個文資委員他們來做審議說他們表達的這個意見 其實站在我們那個行政機關立場我們還是要予以回應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去再去召開了這個這個規劃設計的諮詢會議 去那個調和各方不同的意見 那也把那個12月25號來審議的那個文資委員他們提的意見一起納入 然後也跟文化部確認了兩個原則 也就是原來的核定計畫內去調整經費來增加這個修復工程的補儀計畫 那剛才秦議員提到就是這個補儀計畫的內容是什麼呢 主要是針對這個隧道拱圈上方進行這個現場資料的蒐集 來了解這個拱圈內部的情形 也就是這個拱圈跟研盤中間的狀況 今天早上跟各位議員也報告 其實在我們現在這235公尺的隧道 它裡面分成了七段有不同的材料 也就是之後的這個補儀計畫 主要是針對這個拱圈上方跟研盤中間的狀況來進行了解 那當然那個文資局是希望我們在那個一年的時間來做這個補儀計畫 不過我想我們把這個補儀計畫那個整個初步的構想跟這個計畫完成後 我們會報那個文化部的文資局來核定 那我希望在核定的時候可以把這個補儀計畫的期程把它縮短 這樣子也比較能符合剛才議員提示的就是我們把那個之後 我們那個修復工程發包的時間再往前 那不至於就是拖到太長的時間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很急 也希望說可以讓這件事情趕快可以進行工程的發包 不過我想那個文資局這邊既然它對這個工法有表達這樣的意見 我們也去符合中央的要求 那我們目前能做的就是先進行這個補儀的計畫 那我們把這個補儀計畫的期程把它縮短 那盡可能的把這些這個工期往前 就是把它提前 讓這個修復的工程可以盡早能夠發包 我想這個是目前我們希望可以做的部分 那我想那個未來那個文化局這邊也會就這個工程師做 還有這個周邊環境的整體規劃 也藉著這個補儀計畫的推動的過程當中 就是跟市府的相關局處來做這個協調 大家來共同辦理 那另外我們也 我這邊也希望就是藉著這個中央 既然要求我們要做這個補儀計畫 那我也會再跟文資局這邊再做溝通 看有沒有可能去提高我們補助的比例的可能性 就是讓我們那個市府的負擔也能夠減輕 以上說明 好 謝謝我們彭局長的補充說明 我們宇宇三發語議員 我們南敏華議員請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早上我們考察的這個流氓船隧道 我想在這邊跟文化局做一個建議 我想上網找了一下 有一個隧道跟我們這個流氓船隧道 有點類似 一樣都是百年的隧道 就是苗栗的公圍系隧道 我想目前幾乎 幾乎往那個方向旅遊的人 幾乎是每一個里每一個社區 都大部分排到那個地方去觀光 所以我建議員應該去考察一下 一個老隧道 就不過是無彩的LED燈裝一裝 帶動地方多少觀光啊 但是現在我們要往這個 這個流氓船隧道來 來開始發展的話 我想應該有通版計畫 不要只靠一條隧道裡面 到時候一定都留不住客人 而且重得如果那麼窄 南口這邊應該要整個做個通版的計畫 不要只靠隧道裡面 那麼這邊我要建議一下就是說 因為它有結合到這個貓梨山公園 所以整個隧道才會有賣點 不是只有一條隧道在那裡而已 所以我希望流氓船隧道這邊 應該要跟那個南口這個地方 應該去做個結合 那麼第二點我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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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情要提醒 我們從98年 停止開放之後 那時候也是在98年的時候 我們有更名 那我 為了我們今天要考察 我有去上網去查一些資料的時候 發現到 竟然在這個 這個 大家都在使用的一個維基百科裡面 竟然還是 已經八九年了 它還是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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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名字叫四九零隧道 沒有改成流氓船隧道 我們已經改名改89年了 這個維基百科裡面還是這個 還是用舊名字 我想這一點可能你們要加把勁 要趕快做一些動作 那麼 也希望你們 加快腳步把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流氓船隧道 能夠成為我們 那個 以後一個新的景點 欸 要更重 要更重 你現在從 本來 本來 107年說要完工開放 現在變成107年才要動工 希望你們加把勁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與三方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 我們現在請 南米黃 南議員 林明志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首先針對流氓船隧道的 我要提供我一點 兩點看法 第一個就是 我要建勤文化局 向中央去把這個 市定股基 變成 國定股基 為什麼我要這樣建議 因為 早上的報告 我們都很清楚 總經費 要1億多 可是我們基隆市政府 要製作百分之七十 將近七千多萬 我想 這個對基隆市政 財政來講是非常大的一筆數字 所以我第一個建議 努力的去把我們的市定股基 變成國定股基 這是第一個建議 那我也希望提醒林市長 過期 我們基隆市政府 對基隆市文化股基 都不是很重視 都是紙上作業 進度啊 很慢 你看看 這麼重要的股基 要花這麼多錢 我們最快 竟然啊 還要107年才有可能 啟動 太慢了 市長 107年 我們108年又要改選了 我倒是希望你要縮短七成 讓劉民船隧道的修復成為林市長的政績 局長好不好 這是我給你的第二個建議 那我也希望大家要重視啊 基隆市的古蹟 為什麼 基隆市最大的特色 我們有很多的缺點啊 高劉河啦 座山啦 啊 建議舊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天然資源 歷史資源 我們沒有去把它整合發揮 光這個劉民船隧道就好了 基隆的發展史 清法戰爭啊 就是台灣發展史最重要的關鍵 你看看 台南跟基隆啊 在清朝就已經啊 局勢文明啊 可是台南在這塊做得非常好 他們的刺坎樓相當的相關的古蹟啊 維護得非常好 反觀我們基隆資源不會比台南少啊 你看劉民船隧道 對不對 二沙灣砲台 劉民船就是在上面啊 架砲攻擊法國的軍艦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法國公墓啊 也是清法戰爭留下來的古蹟啊 我們 去年把 一個老的徵紀火車移到哪裡去啊 移到前年湖 那個都是當時留下來的啊 還有最重要你看去年我們救火車站第一月台 也在大家的共識之下把它保留下來啦 30公尺的月台 兩個浩志樓還有17隊的百年花雕棚 這些都是基隆最重要最寶貴的歷史文化市場 如果我們盡快的把它修復好把它串聯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什麼 文化古具的觀光之旅嘛 所以我希望文化局 希望從這一屆開始 你們能夠加快啟程 把這些相關的古具做好 因為文化是我們的軟實力啊 是我們發展觀光的好實力 軟實力 希望過去沒有做好 我們希望年輕的市長 在政黨人力之後 能夠有新的作為 我希望局長你努力一點 這一屆就讓我們看到成果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 有關於這個自行車道啊 我也提醒我們市長 現在騎腳踏車運動跟觀光 已經成為風潮 那我們這個交通部觀光局啊 也連續推了幾年的台灣自行車節 非常的成功 在台中 對不對 總共有像去年就有16個國家 包括我們台灣各縣市 總共啊 有3000多位的車友參加 大家反應都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啊 總共一個活動啊 九天到台灣一週 吸引了11萬人士 總共創造了2.2億的產值啊 那這個讓我想到說 其實我們基隆啊 也非常適合發展這個自行車的運動 你看我們濱海岸 北海岸 如果能夠也有串聯的話 那該多好 不過我們先回過頭來 我們先想辦法把 基隆河跟淡水河的車道先連接起來 那今天的工程啊 我們發現啊 也是有很多的困難點 總經費要高達2點多億 有部分就是釋索款 那我希望說市長要 盡快的把這個路線給爭取到 給它完成 我還是希望把這個自行車的路線啊 路網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納入什麼 我們一個自行車的環式 甚至串聯雙北的一個動線 來發展我們的觀光 尤其啊 我們之前在討論郵輪觀光 對不對 林市長 像文化古蹟的串聯 自行車步道的串聯 就是啊 我們可以跟郵輪來結合的 當我們有這個 硬體做好了 計畫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跟旅行車來結合 請他們在船上 就幫我們宣導 就登記 請這些遊客啊 來基隆以後啊 不一定要到台北101去掛 我們可以騎自行車來欣賞基隆到台北 河岸的美景跟享受美食 也可以啊 來了解一下台灣的發展史 文化古蹟都很多 再結合我們海科館 這個都是很好的觀光路線 那首要之物就是希望市政府 能夠用短短的時間 趕快把這些既有的公有的設施啊 趕快把它完成 我們才能夠順利的來推動基隆的觀光 以上兩點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南米環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 林明慈林議員 張芳麗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今天早上那個 劉明傳隧道的考察 本市意見基本上跟南原意見蠻相同的 因為看到這個 中央核定的補助經費是31.5% 然後地方支策要68.5% 相對的偏多 我想最重的原因還是在 目前基隆 郵明傳隧道 它還是核定為市定古蹟啦 當然要把它核定為國定古蹟 要相當一段的努力 但是我們期許文化局來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現在基本上文化部政部長應該是新任的 但是他跟基隆還蠻有淵源的 我印象中沒有錯 他在擔任立法委員那期限 對我們基隆太平倫紀念碑的事情相當關注 那也極低的想要做遷移的動作 如果在這件事上做配合 另外再溝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做溝通跟處理的 但是相對的在其成方面反而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目前文化局現在正在進行所謂的補儀計畫 也就是說在它原有拱圈上面的 到底它的結構怎麼樣其實不是這樣清楚 那也許在補儀計畫的指示過程當中 會發現基隆流民船隧道它兩百多公尺 這樣的一個古蹟事實上還有其他可以被研究的地方 可以提供未來作為核定為國定古蹟的其他的參考依據 因為事實上早上我覺得彭教授蠻用功的 因為從他的嚴格開始講起 它事實上從基隆到新竹這麼遠 那唯一流存的只有兩百多公尺的隧道 所以造成它的比例不足 才是我們核定為國定古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不足的地方 所以原則上還是建議文化局 好像核定為國定古蹟這方向來走 那至於是不是藥區走得那麼快 因為如果你走太快 基本上這預算就要動之了嘛 那可能就會有點騎乘配合不上 那是不是建議你們在補儀計畫這一年當中 能夠趕快提出所謂的國定古蹟這個 核定的這個補充補件的一個動作來做執行 看能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這是流民船隧道的第一個部分 那剛才有講到我們基隆河水防部到兼坐自行車道使用 那事實上上次公務局在開這個會議 有邀請我們企圖跟暖暖的議員參加 那本期有參加啦 那針對目前這四個斷點提供一點意見給大家 第一個是我們在A段的這個暖江橋這個斷點 那事實上在去年時間我們也有跟那個交旅處在配合那邊 做所謂的道路的人行道的這個設置的一個會看 但事實上後來發現事實上公務處是蠻用功的啦 因為基本上齁如果照道理講自行車串連這樣的概念 應該是還要那個交旅處來主辦執行 但是公務處他因為介面執行的關係 因為他跟時而舉好像業務上往來比較密切 所以讓他們來著手我覺得也是對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齁 因為試設預算跟中央還蠻多的 那如果你們是跟這個體育署要的預算 那麻煩要趕快做編列 至少我知道在暖江橋第一段A段這部分 大概就要三千多萬啦 那你要做懸臂式的工法也好 或是其他改善工程也好 這個應該趕快掛件進去做執行 不然就成如其他同仁所講的 你如果delay了一下子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預算就掛不上去 你今年補助就要不到 但A點的部分是真的是因為陸服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其他方向可以走 所以你必須用懸臂式的工法去做處理 這個我想應該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但在B點在巴督橋過港路那一段 我提供另外一個建議給公務局 就是說你們未來銜接從二次懸臂的那個位置的點 拉到上人街那邊是最低點 最低點下去之後 如果大家對那邊的地形熟的話 它在上來以後有個上坡 所以容易造成視覺死角 如果可能的話把它延展到上人街的上半部 也就是說靠近土地公廟那個高層的地方 可能到時候在行進的過程當中的路線會比較順暢一點 這是西段的部分 那在巴德路的部分有一個部分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因為那還要試設到其他設計工程 如果線狀可以刻法可以用平面車道 用耗製來引導短期可以這樣做 但長期還是必須做一個新的一個所謂的橋樑做接軌 這個也麻煩你們相關的一些預算必須爭取的 能夠盡量把它趕快把它框出來去掛件到中央 那個去中央做爭取金費這樣可能在效率速度上會比較快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在牽牆橋L段的這個路線 L1的路線上面有設計的部分 因為剛好那是縣市的交界點 基本上跨基隆河那段橋 過去就是石器就是新北市政府 照理講兩邊都用得到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要爭取經費 或是經費分攤的時候要跟新北市政府充分溝通 該他們付的錢也應該讓他們去付 那大家才能夠共創雙贏的效果 那大家都很期待這一段的那個自行車步道能夠完全的串連起來 那對自行車的運動的這個人口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也可以在側邊的可以推展我們基隆的觀光 那以上建議你們要趕快去做執行 那我們也期待你們的成果謝謝 好謝謝我們林明志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張芳麗議員發言 您還有一點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早上去看了劉明船隧道 發現其實花那麼多錢去整修 有沒有那個意義在 雖然那個是古蹟啊 但是你整修之後 對市民或者是觀光客也有什麼幫助 因為我看那個地點真的是非常的不適合 第一個它那個道路的彎曲啊 你如果說要遊覽車上去的話幾乎是不可能 那如果是要私人叫車的話 我想那邊的進入的那個那個洞口 那個隧道口的那個地 一陣的濕滑 不但濕又滑 又那種味道真的是很難聞 因為它那個是一個兩個峭壁 整個是兩個峭壁中間 所以我覺得齁我們花那麼多錢 來維護維修這個劉明船隧道 它的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是只是想要花錢 還是有比較後面 比較有更好的一個價值在 所以我覺得我們齁還是 是真的齁錢用在刀口上 不要花在這種雖然是古蹟 但是像類似這樣子的隧道 我想基隆還有很多 只是我們沒有去去發現 很多地方更值得我們去去參觀的 我想我們市長還是要真的齁 將來現在這個一億多花下去之後 我們是不是還要繼續每年的要維護 因為它如果遇到天災的時候 還是會有蠻多的一個災害 所以還是要花錢 但是我是覺得這種錢花下去是不價錢 這個是我的意見 那我們去看那個自行車道的串聯 因為基隆的地形就比較特殊 尤其是基隆河 它沿岸的那個路也是跟一般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彎彎曲曲的一個河流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有必要這樣子來做這個串聯嗎 還是我們把自己本身 我們基隆市本身的自行車道把它做好 也不一定一定要在我們的基隆河河岸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個人的想法 謝謝 寶貴的意見 因為基隆地形地貌 的確我們早上看那個整個那個設計圖 其實蠻恐怖的 好我們現在請 聯恩典聯議員何淑平議員請準備 好謝謝謝謝議長 有關早上我們到了這個流民船隧道那邊去考察的時候 我這裡有給市長有幾樣建議 第一個針對這個流民船隧道來說 其實這個是我們基隆很好的一個資產 那也可以說是一個 這樣講好像是一個金基母 那有這麼好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的遺跡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邊來告訴我們的遊客說 我們這裡有很好的一個點 那來看怎麼說呢 像在北口這邊早上我們站在這裡 可能我們對這個地方的旁邊的腹地或什麼 真的是有很大的疑慮 那至於在南口那個地方我想 應該有很大發揮的空間 我知道那個附近也有那個軍用的那個油庫 那像這些目前這些的空地 是不是能夠跟中央能夠爭取 然後我們藉著這個隧道這個古蹟 然後把南口這邊的這些地 重新再做一個整合 然後就好像我們到苗栗去那些山灣什麼的 他們也是短短的一個舊的火車道 然後我想我們市政府單位跟交理處這些 一起共同來研究怎麼樣把這一塊地方把它規劃好 然後我想至於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會到107年來做 我想這一段的時間 其他周邊的我們現在就著手進行 到時候如果隧道在100或是08提前了 或是107年就可以提前做好的時候 周邊一起配合上 我們這邊變成是一個很好一個觀光的一個點 有關這個隧道這是我的建議 那另外在我們看到腳踏車道的串聯 我們剛剛有同事也有提到很多的方向 那其中我在這裡要提醒我們市政府 就當我們在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其實那個最前面那A點的時候 就在南洋橋的下面 那個河道的部分 我們也知道南洋橋底下是湖穴 世界上少有的這個地理條件 我們這裡很好的條件 那我們是不是在坐這個腳踏車道的時候 順便把這個可以看湖穴的這個廊道可以加寬 然後在那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點 我想特別是在我們基隆有很多的這個 遊客到這邊來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同學講的 我們把這個世界的遺產也放到這個郵輪上面 讓人家下船的時候 來基隆要找一個世界僅有的兩個地方 有這種黃拉斯 我們基隆就是一個地方 那怎麼樣吸引觀光客 更多的人能夠來到我們當中 這是我的期待 那當然腳踏車步道的這個串聯 這是我們非常多的這個市民 我們南洋橋的市民也非常期待 能夠藉著這個地方能夠 或者可以騎到這個台北或者是更細緻裡面的地方 這是以上的報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兩點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何淑銘何議員 陳東財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 謝謝主席 針對早上市政考察兩個地點 一個是那個流民船隧道 在這裡提出本席的意見 在這裡文化部審查通過 在101年就審查通過 可是他104年他核定就是這個計畫書以及補助經費 他光是我們早上去看這個流民船隧道 他235公尺就要花一億一千多萬 那我們是要自仇七成他們補助三成 那本席是認為說這個七千多萬來做這個流民船的隧道 這個費用 市長 這個費用可能不止這個費用 本席擔心不止這個費用 因為第一 最近地震頻傳 第二 這個我們這個颱風啊 聽說只要風災過後颱風過後 我有問過安樂區的議員 他的旁邊的這個落石以及這個落葉啊 都是往這個這個隧道裡面吹 他的災後的一些復原工作啊 也要花費蠻多錢的 所以說本席也在認為說 第一個 他整個的這個工時 工時啊 時間拖太久 這個工啊 也 這個工錢我想也不止這七千多萬 所以說基隆市的古蹟這麼多 像我們信義區還有槓子寮砲台 忍耐區有這個 施求嶺砲台 很多古蹟都不見 都不見這個 中央文化部隊我們的關愛 唯獨對這個流民船隧道 這個短短的235公尺 這麼厚愛 要編列一億多 我們自己還要編這個七千多萬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他們 是為了要消化他們自己的預算 還是說想脫口 我們基隆市的這個 預算金 這個預算 那再來第三點 就是他光是這個流民船隧道 要去這個地方 他要上去 無論是從這個 兩邊上去 他的路都很彎曲狹窄 所以說我不曉得他如何來因應 如果說這個隧道完工之後 未來因應 這個來迎合這些遊客 停車的部分 上去交通的部分 還有我們這個解說員的部分 在前些日子 本席有跟議會的一些同仁出去考察 像櫻川的長冰洞 他也是一個很偏遠的一個省份 可是他那個也 我是舉個例子 因為他雖然不像隧道一樣 可是他是儲藏這個糧食 以及這個兵力的地方 可是他那邊保存的就非常好 而且他們對他們的解說員 或者是說外面的一些 可以賣一些這個 不要說伴手禮啦 宣傳他們這個古蹟的地方 還是有這些地方 可是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流民船隧道他附近 可以所帶來的一些連鎖的效益 這是我本席對這個 流民船隧道的一些建議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去 去考察這個自行車道 以及防汛道路的一些建議 第一個 他這裡他只是對於斷點 來作為串聯 市長 這個串聯本來就是早就應該要做好的 現在的人對於這個健康是非常的重視 尤其是腳踏車又是可以 節能減碳 而且又可以自己健身的地方 當然 考慮地形的部分 這些有一些自行車愛好 他們反而要去挑戰那種艱困性 像他們常常也在辦一些挑戰五分三啊 不能說因為地形的不同而不去 創造一些休閒設施讓市民來享受 所以說本來這些基隆市的斷點 你知道就要做好啊 因為本席很可惜沒有看到 你串聯台北市新北市跟基隆市 你應該是要你做一個 視野廣闊的一個市長 你應該是要說你做好這些設施之後 你如何去連外去招攬更多的遊客來基隆 來看我們的一些我們的設備 剛剛這個我們聯藝園有提到啊 暖暖區那邊有這個湖穴的一個地形嘛 那像新北市他就提出了啊 東北角般日遊 他就是從鼻頭角然後到深澳漁港 到芙蓉到三雕角到這個金瓜石 他也是串連著舊草嶺隧道 舊草嶺隧道你這樣騎過去再騎回來 感覺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我們基隆市沒有辦法 要到這個地方還要從暖暖交流道下去 去銜接這個道路到這個東北角去 那為什麼不把這些自行車友 把他留在我們基隆市呢 無論是七土區暖暖區 新義區冷愛區 都有非常的好的觀光的景點 所以說在這裡本席強烈的要求 市長你在基隆市的這些自行車道 市政府本來就是要趕快的把它串連接起來 然後再跟新北市跟台北市 他們連外的一些道路也要趕快做好 及早做好規劃 我常常看到你也常常跟科市長 跟朱市長也常常都有在會面有在交談 不僅是各個北北基城市的一個文化交流以外 像這些硬體的也是要做好 第三個自行車道旁邊本席有注意到 千祥橋旁邊的自行車道 它的欄杆有鏽石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這個市政府這邊也要做好 檢視這個自行車道旁邊欄杆秀石的部分 以免發生像中正區和風街這種 因為去碰那個腐蝕的欄杆而掉下去 有時候騎車累了 要靠在欄杆那邊看一下基隆河的一些風景 不小心墜落 這裡本席的三億的提醒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市長除了做好這些之外 還有就是說我們基隆市的各個點 都要做好鐵馬驛站 讓這些車友能夠有一個休憩的地方 別人才會很樂意才覺得說 我們基隆是一個友善的城市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謝謝 好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陳東財、陳議員、蘇仁和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這個有關流民船這個隧道 我們這個文化局 你這個報告裡面都要到107年才能動風 這個攻擊能不能縮短就看你 那麼我這邊建議我們文化局 應該跟中央申請 把它列為這個國定的古蹟 這是最重要 那另外呢 我們從那個地形看的話 你從從頭路這邊上去 那個地都很小 沒有 屋地不大 所以我建議我們文化局 你應該 要求 這個空軍的油庫啊 把他牽走 從八道路那邊進去 那有看到前面喔 那整個山頭都把它劃為公園用地 全部都國有地啊 做做做都市變更把它劃為國有土地 公園這個公園用地 不用花一毛錢啦 對不對 那麼空軍這個油庫啊 現在改為年輕人 年輕人的油庫 根本也沒有在用啦 現在公園的油庫 根本都走到五個去啊 不然就通了 對不對 以前是 還抽到雞人港這邊 有油尊來 現在根本就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希望我們 我們市政府這邊喔 要把流民團 隧道啊這個問題解決啊 你就是要把它做大 把這個 流民團庫 這個 這個公軍油庫巴德路這邊 後衛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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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那邊附地就出來啦 鳳粉仔裡面油庫很大啊 你要抽雲南車也可以 要抽轎車也可以啊 巴德路這邊又寬 離這個高速公路又近 交流道口啊 是不是這樣 這個把它規劃好之後呢 可以跟我們 七度的這個鐵道公園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喔 才有一個賣點啦 文化局的局長 我在這邊建議喔 現在新的文化部的部長啊 鄭部長啊 是我們雞人的媳婦啊 你叫他說 拜託把我們雞人相關愛一下 可以嗎 應該可以啊 請他來 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建物 歷史的古蹟耶 第一條鐵道是起點是為雞人耶 不是台方耶 188 188 8年開始就 開始這個這個 興建的 所以這是 有紀念的一個古蹟 我希望我們文化局這邊喔 能夠把它整套做好 規劃 包括那個審議委員會 欸 那我的心差心差那麼久的啦 你說那個什麼 那個了解那個 拱圈內部的問題 請教一下我們局長 他有沒有透過現在的基礎 去做一些 透地雷達這種 這種影像 有沒有 現在的技術是沒問題喔 而且現在的材質可以喔 可以用一些 有黏性的 用注射性的這種這種 這種方法 這種工法 我想我們市長是 對工程這方面也是 蠻內行的啊 你們應該要好好去研究好 趕快把這個工程縮短 這個時間 不要拖太久 最後我再講一次 我建議把這個整個都不能 化為這個 化為公園用地 好 我們基隆有一個 中心說 一定可以 擴大啊 是不是可以這樣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陳農財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 蘇仁和議員發言 我們陳志誠議員 請做準備 欸 議長喔 我想我們今天早上 大概去看了這個 流民產隧道 那麼當然剛剛 早上 本機長有介紹 有做一個解報 那麼大概他的原油是 清朝 清光溪到現在 那麼清光溪的時候 建的時候 我想大概 等級長他們送的資料 他自己上面休息 第一點 那是 那是流民船 在推動洋護運動的時候 洋護的時候 那麼 是台灣 第一條 現代化的鐵路 台灣 整個台灣 第一條的現代化鐵路 還是實地 還是實地 所以我想 只有 第一條 現代化鐵路 我想再全台灣的話 那這個 不用擔心 另外一點 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他是在清光溪 十四年 也就是 一八八八年 一八八年 那麼一八八年 那麼一八九零年 兩年 兩年多 兩年的時間 就把這個 這一條 兩百三十五公尺的 這個流民船隧道 就打造 兩年的時間而已 這條 兩百三十五公尺 鐵路隧道 那麼就打通 而且就開始 聽說還該開始營運 大概十幾年 那我搞不懂 我們搞到現在 那麼 一百零一年開始 那麼 預算 一百零一年開始 報文化部 一百零四年 那麼 我們議會 編列預算 讓你通過 分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零六 零七 到一百零七年 那麼總經會一一多 然後 我會搞不懂 兩年的時間 人一清掉 當時 那時候用土工的方法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 兩百三十五公尺的隧道 鐵路隧道 可以做好 我們一直要改 一直變 一直變 變到現在為止 預算也給你 要繼續編列 那你們只有到目前為止 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那麼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你們也跟這個叫什麼 什麼什麼建築師事務所簽訂 我們古蹟 流民船隧道修復工程的監造 及工作報告 的委託技術 無謂 一百零四年到現在 一百零四年的一月到現在 那麼現在一百零五年 也都還沒有什麼作為 我真的感不懂 那之前的 前前市長 那也只不過把這個 北口 流民船隧道的北口 這邊做一個稍微一個景觀 那其他都沒有動 其他都沒有動 那照你的你早上的報告 你是認為說 依照公共工程計畫經費 製作要點 工程總經費達五千萬以上 應由中央來審查 本市長你幾乎卡在這裡 所以 很多事情到現在為止 還延宕在這邊 那這一點我又各搞不懂 五千萬以上的總經費工程 預算要讓他來審查 拜託他 你看看 文化部只有補助多少 三千五百萬 他補助三千五百萬 總工程經費的百分之三十 那要我們自己處一億多 這個工程 這審查要點要怎麼做 還有怎麼 包括怎麼工華 什麼材質 用這兩大類 來把你卡在那邊 錢就不是全部他出啊 他只有出百分之三十啊 我們自酬款還百分之七十 那憑什麼來幫我們審查 我們這個流民船隧道 這個修 修 他可以這樣嗎 我都搞不懂啊 我搞不懂 啊用一個什麼 施工法 工法 跟材質 把你卡住 這個分明是在幹什麼 如果照我當民意代表 當這麼久 他就是在綁標啦 他就是 公共工程委員 就在綁標啦 他憑什麼 我們頂多可以說 你請幾天來 我們客人 我們開這個火 你給我們提供意見 我們可以採納 或是不採納 還是我們要 還有更好的方法 不能極限在處 有他們在幾個人在裡面 要用這個給我們卡三十四年 要到一百零七年才可以施工 要施工 如果照現在的方法 施工方法 連五百公尺的隧道 現在都已經做好了啦 你知道吧 那有施工 他只有補助三千五百萬 那要把我們卡在 整個工程經費 一億多的工程經費 全部卡在那邊 在他們手上 要讓你做就做 不讓你做 他就一直延宕延宕延宕 要延宕到一百 照你的學法 要到一百零七年 很可惜 才四百零七年 補余計畫 的成果 提送中央審查 到一百零七年 才要送到中央 那去審查 呢 那也這樣 然後才開始花包 在施工 還有兩三年 才可以做好 如果照你這樣 一百零七年 再送到кра 我跟你講 你今天所列的一些 一億一千八百多萬的預算 到時候可能要變成兩億啦 如果一照這幾年 104年到105、106、107 這物價指數來變的話 那麼你認為到時候一億一千多萬夠嗎 絕對不夠 絕對不夠 到時候你又沒有辦法施工 也沒有辦法花包 還要辦最佳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本市長建議說 你必須要在新政府5月20號現在就職已經上任啦 照媒體長的 我們都沒有蜜月期 都沒有蜜月期 你不只不能照你今天 我們不能照你今天所做的這個報告 來通過 我們必須要逼近你 一定叫中央的新政府 蔡英文的新政府 馬上來通過這個計畫 不可能說你把一個五千萬卡在那邊 五千萬以上的工程機會卡在那邊 然後你就再慢慢來 還要等到你什麼一百零 今年的1月17號 文化局長 你們再召開這個什麼什麼 執行會議 然後再做一個決定 然後要到二月到四月 再來研究 研究補提 補儀計畫書 這些什麼構想的草案 然後到一百零五年二月 然後到一百零五年的五月五號 今年的五月五號 再開一次 這要怎麼搞 這樣怎麼搞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強烈的要求 前台灣省第一條的現代化 早期的鐵路 那麼我們必須要好好的把這個文化的估計 要好好的發揚幫大 所以我在這邊 在想說現在新政府都已經五二零都上任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要在新政府的主任之下 那麼我們必須要積極的來辦理這一項工程 然後讓我們的觀光 文化的觀光能夠在我們基隆發揚光大 好謝謝我們蘇議員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好謝謝 感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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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